接下來這個 因為數量變成原來有一個 所以會有原來一個 現在變三個 也就是說你就要去思考 因為本來只有宣告一個變數 那現在變成有三個數量 變成要宣告三個變數 變數就是那個不確定的 不確定的資料 我們要放在 在記憶體要先預先開一個空間給它放 所以這邊我們當然在這個地方 計算起來點兩下 就宣告的部分 我就本來是INDQ是一個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宣告三個 那宣告三個你可以打三行 當然你也可以打在一行 比如說這邊我把它改IND一個O 然後ND點IND 比如說叫B 就放它的數量 INDS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有好幾個變數 你可以怎麼樣呢 通通把它放在同一個 宣告一行裡面就可以 那這樣可以同時宣告 接下來 我們要取得數量 那取得數量 因為我有三個 所以呢 我這邊分別這三行 用INT 第一個的話是O 它的數量就是從哪邊呢 COMBO O裡面 比如說COMBO CMBO 好這邊這邊 那其他的話 其他兩個也是一樣 這邊呢 我就把它 用貼上好了 那邊改一下P好了 大小請它自動會去判斷 自動會判斷 那這邊改P 那再來的話就是S 等於說把數量丟給前面 這個原理有點像 也有點像Excel Excel反正就等於 把東西丟到前面去 一樣的道理 接下來呢 那計算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INT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O 所以就把它改一下 相乘 第一次喔 那因為我們是這個多選的 所以喔 加等 需要加等於 那剛剛其實單選就不用加等於 所以剛剛有同學馬上有反應很快 是不是加等於可以拿掉 如果單選的話 就不需要加等於 因為加等於是得加 好那再來一樣 我們這個地方在這個是什麼 B嘛 INT B 就數量可以讓它相乘 數量可以相乘 那這邊的話還是改S S 好那就加嘛 加 有打勾有加起來 最後把它秀出來 就OK了 好來試試看好了 執行 接下來喔 這個地方 打勾 這三個我都要 先一個好了 這個數量 五個 五個計算 這邊有發生什麼錯誤呢 跳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是空的有沒有 丟過去是空的 那當然相對它就產生錯誤了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辦呢 為了避免這個錯誤 我們變成說要再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前面如果我說裡面是空的 就不能丟給它了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那判斷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在數量前面呢 或者是說還有一個方式 假設你不判斷 直接怎麼樣呢 給預設值 就是在設計的時候呢 這上面 直接讓它強迫 預設值 它上面有tester有沒有 tester這個地方 把它輸入0 預設值就是0 預設值 也就是說呢 就有預設值的話 就不容易出問題 這裡有沒有預設值 預設值 這樣子 假設我這樣 預設值就給它了 有沒有 一層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上面 有預設值的話 它就會產生錯誤 就會產生錯誤 最多五個 這樣計算就不會有問題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剛剛的程式 稍微再做一個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是界面上的修改 也就是說呢 把原來的testbox改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呢 在這上面呢 加上三個變數 這個本來只有一個嘛 改成三個 那三個的話呢 它分別加入combo的數量 並且在這邊改一下 最後結果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再來 要避免掉錯誤的話呢 你可以給它預設值 所謂預設值就是說呢 你在設計的時候呢 就已經給一個0 補一個0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乾脆給1也可以啦 反正它最少會買東西 如果不要的話 看你這個地方怎麼設計 其中有一個是數量1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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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畫面 有多少 但是 有六個字 有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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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個字